Mika, 我知道你跳現代舞 你身手這麼好, 有沒有想過學功夫? 你又知道我沒學過? 為什麼這樣問? 原來你學過的 沒有, 我在想 如果將舞蹈和武術的精髓 結合在一起, 挺厲害的 不用, 如果了 接下來有個活動就是以舞、舞雙融為主題 就是7月9日至14日 一年六天在文化中心舉行的 舞林聖舞嘉年華 舞林聖舞嘉年華是全港首創 融合武術和舞蹈的文化藝術嘉年華 混集過千位國內外武術和舞蹈界的 角勞高手 呈現超過60場表演和教育活動 除了閉幕節目聖舞之夜 其他活動都是免費的 對, 好像開幕節目千人武術操 一連三天會有三個不同主題的 武術操大會演 分別是舞藝、雙節棍和太極拳 另外會有38場武術專場 由本地和來自各地不同門派的師傅 展示真功夫 包括特別邀請了 蔡里佛拳的全人來香港演出 說明舞舞相容 當然不少得舞蹈了 不同的藝術團體會混集香港 帶來多個精品節目 包括中國古典舞、民族舞、巴雷舞 當代舞、拉丁舞 還有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民間舞蹈等等 而在文化中心外面 中樓旁邊的露天廣場 就會有一條長八十米的功夫界 介紹中國武術各大門派 以及香港武術傳承的歷史 又會展出六十年代以來 香港武俠電影的海報 不止 還有特別為小朋友而設的唐獅樂舞 將二十能場的唐獅 配以樂舞表演 讓觀眾從唱跳中 感受唐獅的運氣和意境 現場還有即場學唐獅舞 猜迷等等的活動 至於閉幕表演 聖舞之爺可以說是聖光魯魯 節目包括紫齒青露 詠春、紅樓夢等等 最特別的就是特別為這次演出 而創作的一支舞舞共融作品 古舞、舞 以及兩位武術細錦賽冠軍 跨界別演出的舞影同行 這麼精彩的舞臨和舞臨成宴 難怪一賣票就火速爆滿了 這次活動是文化藝術 城市基金的資助項目 亦是香港流行文化節的推介節目 展示武術和舞蹈 如何剛柔並濟, 互相借鑑 呈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舞臨、聖舞嘉莉華 這麼多精彩節目 你又會怎麼選擇呢? 覽� 旅行